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繼續跟球評潘韻昕主播李秉昇來看 第三十屆亞錦賽 超級循環賽 台日大戰 中華隊跟日本隊的對抗 這場投手大戰現在來到九局上半 雙方仍然是0比0 中華隊換上的是王振浩來接替投球 來自合作金庫的選手 並不出眾 只有166公分 這球出棒打成界外 不用去顧忌守備的位置 還是他們日本隊的教練團在調度 還是會有一種左右打的一個 去面對左右 三別去面對右頭跟左頭 是 出棒打成界外 尾棒落空 王振浩三陣掉了 代打的球分點支 用球威來壓制 再看一下現場大螢幕顯示149公里 直接就對決了 對 非常霸氣 對 非常霸氣 外角的速球被打成右半邊的強勁飛球 陳孝雲往後退 完成了截殺 兩人出局 回棒落空 一號兩壞 速球塞進去是個好球敬禮 還是很有信心喔 王振浩 再三 變化球 變化球 三陣掉了中川破季 王振浩上來 投出2K的三上三下 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看九局下半 中華隊的進攻 打中華隊的場面 但太多了 保渡一下 選手 阿鬥 去小齋